海外的痛苦發生率 居然是全球第一 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你意想不到 但居然是诱发因子跟地雷 是 其实有个新闻 就是说88岁的胡妈妈 在聚餐的时候 其实生冷不济 吃火锅很开心 最后又喝了一个 500cc的柳橙原汁 大家觉得说应该没喝酒 应该还好吧 没想到 引发了这个所谓的痛风 还换了两个小孩 走到隔壁去这个所谓的就诊 刚好他的这个儿子 是所谓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医生 他就说说 其实这个所谓的高果糖性的 这个果汁饮料的时候 其实诱发痛风了 一个非常大的因子 其实我本身也有这个例子 因为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说 酒精不能碰 啤酒不能碰 然后甚至一些海鲜不能碰 好 那我们喝一些 所谓的饮料好了 我们后来就是喝这个所谓的 大家讲过黄金比例的 这个所谓的茶饮 我想说茶应该对身体很好 那一餐我们是吃这个 所谓的港式海鲜 一吃完以后 我又不能走路了 全部又走光了 我说Apple你要买单 是为什么一直坐在这 说没有 我发作了 我不是要买单 我发作了 我没想到 连一个高果糖饮料都可以发作 那个时候才经约到说 原来糖分也是诱发我 这个所谓痛风的一个 很奇怪的因子 刚刚宜芳也一直提到 水果不能吃太多 因为有果糖 这真的是让大家 没有办法想象跟尿酸之间有连结 对 其实最主要是果糖 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 所以如果说 平常爱喝手药杯饮料 人要特别注意 因为其实手药杯饮料里面 果糖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好 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能是 大家没有想到的 对 我们可能刚才有稍微提到一些 那还有一些东西 譬如说像那小羊 它本身含量也是很高 还有蚵仔 我相信很多人很喜欢吃 尤其蚵仔酥 油又多 也有蚵仔本身两个在一起 对 其实是个很危险的食材 那再来像刚才有提过 安康瑜的鱼干 因为很多人喜欢喝酒 配安康瑜的鱼干 认为很补 其实完全不补 其实对身体是很大的伤害 那至于酒的话呢 他们是有些研究认为是说 酿造酒问题会比较大 譬如说绍兴酒跟啤酒 那现在是有些酒是这样子 它里面是啤酒 又跟你加些高果糖糖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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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可怕 水果啤酒 就是一些水果饮料的啤酒 对 很可怕 原来这也是地雷 还有一种辛香料 就中医来看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雷 对 其实我们一般都想说吃海鲜 或者是喝甜的饮料 但是其实像如果说胡椒的话呢 我们在平常的饮食中 也很常吃到的一个调味料 但是其实中医认为胡椒 它是属于心热的食品 一个调味的东西 那它本身就是属于热 当你在发炎的情况下 它会让你体质更热 当然你整个发炎的情况会更严重 那再来就是说它是属于心 就是属于发散的东西 就好像在火旁边一直煽风一样 它那个火就越来越旺 那只有胡椒吗 比方说辣椒或花椒之类的 有没有影响 其实就是你觉得它辣辣的 或者是很香的那种的香料 你在发作期间你就尽量少吃 也就是说其实新香料 包括咖哩吗 对 其实像咖哩 其实里面好像也多多少少 会加了一些很多的那些香料进去 或者是胡椒进去调味 真的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些地雷居然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且医师好有一个颜色 台湾人之所以痛风发生率会世界第一 其实有两个很大原因 对 事实上我们在痛风 就是说有这些都是一个 高危险的一个族群 但是我们就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台湾痛风会一直越来越多 一直两倍两倍一直在上升 而且这发病的年龄 现在二十几岁就发生痛风了一堆 而且这比例一直在上升 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 你第一次发作几岁 我第一次是三十岁还好 但是我店里面 我的拉面店里面有一个员工 他说他通风发作不能来上班 结果我一听他才笑到 因为你知道他几岁吗 二十一岁 他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体重一百公斤 所以相对来讲 但是我听到他二十一岁就发的时候 还是满惊讶 有时通风年龄 基本上下降到这种程度 而且刚刚你提到一百公斤 这就是医师发现了一个大焦点 对 但是我们就针对我们的资料库 去做一个分析 我们就发现到 会引起的最大的因素 其实是遗传 遗传会比你吃一些普林的食物 这些什么都非常非常地一个大 你只要家里面的三等星 不管是你的爸爸 你的兄弟 或者是那个舅舅那边 如果有人也有痛风的话 那你就 你得到痛风的危险度 会比没有这种三等星病食的人 会有高出九倍的一个风格 九倍 第二的就是一个中广型肥胖 就是你没有胖身体 但是胖肚子 那种中广型肥胖 那这一类肥胖的一个痛风的危险度 也会达到一个三倍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人整容常常碰到有一些患者 就瘦瘦 瘦子 我很瘦 我也是吃青菜 都很均衡饮食 怎么我还是痛风呢 那这些因素插起来就是 因为是遗传性 所以导致我们尿酸没有办法 正常地从肾脏去排泄掉的这一个体质 这种体质是没有办法去断根的 就好像很多高血压一样 就变成你不吃药 不吃点药物 它就没有办法这样 这边我有两个比较好奇 第四点 暴饮暴食 为什么是高危险群 还有第六个 药物 暴饮暴食的话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过 我们痛风形成最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一个遗传的体质 那你如果适当的正常的饮食的话 那当然是不会是造成 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研究是发现到说 你会造成一个痛风的话 你会一定是长期的暴饮暴食 长期吃的太多高普林的食物 一定是长期说 就是应酬 做生意的一些生意人 就每天喝酒应酬 大鱼大肉 这些的长期累积下来 才可能过个几年 才可能会导致痛风的一个风险 那再来药物的部分 倒是也是很常见 其实老年人 大家都会有高血压的一个问题 那高血压的话 我们现在医界都会一个标准的 会要给一个药物叫做利尿剂 为什么要给利尿剂呢 它把体内的水分把它拖出去之后 那就更容易把血压能够控制 在一个标准范围 可是利尿剂呢 对我们台湾这种高尿酸 非常盛行的地方 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很多人吃一次的话 整个尿酸就高起来 过没几年 它虽然没有家族遗传病史 可是它也痛风也跑出来了 所以如果平常有在吃利尿剂的 也是生活当中要特别注意就对了 对 一般来讲 我会建议说患者如果是单纯是 只是因为为了控制血压 而服用利尿剂的话 一旦你发现那尿酸一直持续都很高的话 会建议医师再帮他调一个药 改个没有利尿剂的成分 去控制血压就可以了 你只要平常好好的用药物 把你的血液尿酸浓度 控制得很正常的人 事实上我们很多患者也是都 大老板 每天都要要应酬 都喝酒都喝个半打击打了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通风发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靠药物就可以增加你体验 可以排尿酸的一个能力 所以你即使吃了比较多普林的东西 它还是可以 我们人体也可以处理出去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在应酬之前先吃一些淀粉类 比方白米饭或者面 是不是可以有效果 可以保护我们避免痛风容易发作 如果说我们吃些淀粉类的话 可能会让我们胃比较保障 等一下肉肉不会吃太多 或者高普林东西不会吃太多 至于还有一些东西 其实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在应酬的时候 我们可以喝些东西 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譬如说我们有些饮料 我们就慎选饮料 要慎选不含糖饮料 其实是有帮助的 所以茶类 茶类也是可以 其实现在有些饮料当中 譬如说有些店家会准备洛神花茶 但是洛神花茶要记得不要加糖 不要加糖才可以 加糖就没有用了 所以酱料酸的好方法当中 因为这边有一个花青素 我就想到洛神花 其实里头也是有的 那有个研究很好玩 他们花青素当中 他们发觉地瓜其实有帮助 可是地瓜要慎选颜色 要止地瓜 因为紫色地瓜才有花青素 他发觉其实吃紫色地瓜 可能对痛风的病人 还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是有些研究认为三奈分 因为三奈分它本身 可能抑制一些所谓尿酸的产生 那什么食物里面比较多呢 譬如说像一些苹果啦 或是洋葱啦 基本上多吃蔬菜 其实对我们尿酸 痛风的病人其实是有帮助的 像你在应酬 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 当时有没有学到一些方法 或者你用过什么奇奇怪怪的方法 后来发现没用 其实后来我发觉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胃就那么大 如果你不把它塞别的东西 可能会被这所谓高普林的东西 所占据 所以一开始我都会先 让低普林的东西去占据它 比如说我可能 现在我很习惯的就是 如果我要去应酬前 我都会到这个所谓的超商 如果有水的话 可能会买水 如果没有水来不及 可能喝不了那么多的时候 我都会买一罐优肉乳 优肉乳第一个喝下去以后 第一个已经饱足感 可能三分之一已经有了 第二个保护胃肠 然后第三个 可能对这个所谓的酱普林 或是一些排泄的话 会有方法 甚至我觉得酱喝下去 去喝完以后 然后再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我汤喝少 因为大家知道 可能这个汤里面是最多普林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红肉跟海鲜的部分 还有最重要是酒精的部分 也会减量 这是我比较想要取用的方法 是一个胃里面 把一些低普林的东西先放进去 高普林的东西自然就少了 喝水或者是优肉乳 我不知道有没有 对啊 这个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讲的比较好 有趣的东西就是优肉乳 大家优肉乳 大家想到乳酸菌 乳酸菌是细胞 细胞里面可能会有很多普林 可是他们就在国外做个研究 很有趣 它发觉就是低脂优肉乳跟鲜奶 两个其实都对痛风是有帮助的 我现在强调低脂 第二个的强调是乌糖 如果这两个可以做到的话 其实是OK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应酬之前 如果喝低脂鲜奶 或低脂 无糖的汉油乳的话 这两个都可以有一点帮助 有点保护作用 可是火锅里头有香菇跟紫菜 其实一直传言说会诱发痛风 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怎么样 其实在美国的研究是发现 不只是说豆类食品 包括香菇 紫菜这些东西 事实上它的普林量 事实上都是蛮低的 在日本的化验 所以难怪美国的长崎研究 发现到这些植物性的东西 长崎湿并没有增加痛风的一个风险 以前都是误解的 对 都误解了 最主要的就是刚刚怡方提到的那些 内脏还有动物性的东西 然后跟海鲜 我们桌上这一排 看清楚啦 高尾小菌 干贝啦 然后像是 猪大腸 OK 然后还有小管 小卷 对 以及这个鹅啊等等 这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喔 不只人类会痛风吗 跟我们 我们的祖先啦 对对对 灵长类的 对对对 猴子也会痛风 你相信吗 我不太相信 怎么可能 临床上当然我还没有收到这个猴子 因为痛风来求诊的 他没有健保能够挂号 一方面我不定秀医的 太好笑了 那这当然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医界就是探讨说 为什么只有人类会尿酸过高 而导致这个痛风 那而且我们为什么尿酸会高 就跟可能跟我们的一个遗传 会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对 那所以医界就去一个研究 就发现到 其实在灵长类以前 比较低等的一个动物 他们体内是没有尿酸存在的 因为他们的体内都存在一个 把尿酸自然分解的一个酵素存在 所以他们体内自然不会有尿酸 这个囤积这种问题在 可是在灵长类就是猴子以上 到我们人类 这个种族 就是比较欠缺的 这个把尿酸分解掉的一个酵素 所以灵长类也 猴子以后到我们人类 就会有尿酸慢慢高起来的一个状况 尿酸也导致痛风 所以猴子这些灵长类的 也是会痛风的 如果你家里头有痒的话 也要帮他出一下 不要让他吃太补了 广告之后还要来看 也是让大家意料之外 刚提到了 像这个原来含糖饮料 就是果糖的饮料 或者说胡椒 辛辣的东西会诱发痛风之外 你知道吗 居然有些健康食品 可能也会 马上告诉你